哈囉大家好,歡迎回到美麗烘焙,我是咪咪 今天我們要來做的是鏡面蛋糕 今天我要做的是星空鏡面,所以我用的顏色比較多 那麼我這裡使用的是這一些顏色 如果大家想做其他顏色的話也是可以的喔 鏡面蛋糕的做法非常簡單 只要掌握好食材的重量還有溫度就OK了 那麼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準備好冷水,然後在裡面放入幾粒丁粉 我們把它攪拌到看起來有點像土豆泥這樣子的狀態就可以了 先把它放在一邊 接著我們來準備白巧克力 今天我使用的是白巧克力磚 為了讓它融化更方便更快捷 我把白巧克力磚先把它切成碎碎的細穴狀 如果你使用的是非常小的白巧克力豆的話 就不用像我這樣子準備了 接下來我們在一個小的鍋中先倒入清水 然後倒入玉米糖漿還有白砂糖 把它攪拌均勻 我們用中火把它煮沸 然後把剛剛泡好的幾粒丁粉倒在它裡面 趁熱把它攪拌均勻融化均勻 接下來我們倒入煉乳 攪拌均勻 我們再把它倒入我們剛剛準備好的白巧克力碎中 先靜置一到兩分鐘 這時候這個液體還是很燙的 所以靜置一兩分鐘能很好的把白巧克力融化 我會使用這種電動攪拌棒把它攪拌均勻 大家如果沒有這種類型的 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手持的電動攪拌器去攪拌它 攪拌均勻之後我們再過篩 把上面的氣泡去掉 這樣子我們的麵糊就完成了 在這個時候你可以測試一下你這個巧克力麵糊的溫度 巧克力麵糊拿來淋麵的最佳溫度是90華氏度 或者是32攝氏度 我會在這個時候先把我想要的份量分好加入顏色 然後再測試它的溫度一遍 如果溫度太低的話 我會把它放到微波爐裡面微波10秒左右 把它加熱回90華氏度左右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星空鏡面蛋糕 所以我使用的是以藍色系為主 所以比較大的麵糊的比例會用來做深藍色 淺藍色還有紫色 大家如果只做一種顏色的話 其實就不用像我這麼麻煩分到這麼多的小碗裡面了 如果你家裡沒有非常深的深藍色的話 可以在藍色裡加入一點黑色 這樣就可以造成墨藍色的效果了 全部的顏色都調好之後 我會在這個最深的墨藍色裡面倒入這個比較淺的藍色 然後用硅膠棒輕輕的畫動它 不要把它們攪拌均勻 這樣子等一下我們裡面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種比較不規則的星空的深藍淺藍的 效果 注意這個時候你的麵糊的溫度要是90華氏度 或者是32攝氏度 在正式淋麵的時候 我會在烤盤上鋪上烘焙紙 然後放在一個圓圓的桶 大家家裡如果有一些比較平整的底部的杯子的話也可以 然後我們把蛋糕放上去 蛋糕一定要在冰箱裡面冰至少四個小時以上 我們把麵糊均勻的倒上去 使它充分的包裹這個蛋糕的360度 我們蛋糕的底色淋麵好之後 就可以用小湯匙把剛剛那些其他的顏色這樣子 隨意的畫在蛋糕上面出現一種星空的效果了 在這裡大家可以使用自己喜歡的顏色 我今天使用的是紫色還有深紅色 大家如果喜歡顏色更燦爛一點的話 也可以使用粉紅色 然後我們把白色擠在小碗裡面 用乾淨的刷子稍微沾上 用手把它反彈到我們的蛋糕上 這樣子就有一種星空裡面一些星星的亮點的感覺 我還有準備黑色的可食用閃粉 來增加星空璀璨的效果 我用它稍微撒出一道這樣子有點像銀河的感覺 這樣子這個星空蛋糕看起來會更完整 更有星空閃爍的效果 全部的裝飾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把蛋糕側面清理一下 然後呢等這些麵糊稍微涼透凝固完整了 我們再把它轉移到我們的蛋糕盤上 這樣子我們今天的星空鏡面蛋糕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這個分享 如果大家好奇其他任何裝飾類蛋糕是怎麼做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哦 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請不要忘記給它點贊 轉發還有分享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